欢迎收看NCL五大好时机 一起来观赏本周最令人振奋人心的精彩时机吧 危机时刻不能慌 8号原大印新战线电竞人文龟人殿一队的队长维尼 在失去所有队友的情况下 躲在厕所使用M4找到了一副机会 收掉了火力全开二队的一名成员 随后对方虽然有意识前来想杀维尼报仇 但是没有办法 维尼一个中距离队冲外连续点射 再次拿下敌方人头 拱住了团队拿下前两名的名次 看到对方开比自己还帅的跑车 不下来跟他拼个枪怎么行呢 大都会电竞馆至三殿一队的Great World Legend 一个载具相撞后果断下车 显示收掉一颗敌对人头 再使用车子当作掩体迂回混蛋 帮助队伍击杀人头 打下了团战太漂亮了 你们看右上角的队友都吓到 直接跳车吃瘦瘦啦 来看到本周的第三名 画面中15号爱秀电竞台中弹子电 7队的波威0630 先是使用卡98远距离放到 2号G4红尖石电的队员 后续虽然队友遭到对方击倒 但我们的波威还是运用了 他那清晰的动态势力 在烟雾中找到了对手 将其全速歼免 顺利打下团战 本周第二名的好时机 我们送给了来自Dogglass一队的Bori 在一个队友全倒的劣势下 Bori找到了一波机会 依靠零线位置找到了侧翼 开启了他的M4全自动压枪 收掉了一颗人头 后续一个左右位移腰射 搭配上令观众 以及对手都摸不清头绪的战术走位 一局拿下了三连杀 成功替队友报仇 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圈 来自熊熊的女子队 哈哈活力战役队 先是瞎烟让对手摸不清位置 在使用全员途径的方式 压迫对方二号全队人员 打出一波一换三的漂亮团战 随后中距离发现了 最后一只孤狼开进连点 哇 我们恭喜女子队 拿下吃鸡 以上就是NCL太高奥 网卡电竞联赛第十周的五大超时期 想要观看更多绝地求生精彩内容 别忘了到我们粉丝团点一赞 关注后续比赛及活动哦